谢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大家 你发现了吗 什么呀 今天呢 我化妆了 那怎么了 我也化妆了 那还这么惨 什么叫惨 你能跟我比吗 今天我吹头了 今天我也吹头了 今天我化口红了 我也化口红了 今天我上手术台了 你单眼皮挺好的 你要拉哪呢 我拉你耳朵 什么烂七八糟呢 我这是告诉你 今天我要拿出一个 饱满的精神状态 来迎接咱们天津卫视 校李湘迎栏目 专门给我做的这期专辑 那个麻烦这个摄像的老师 把镜头对准我 这个道具你往那边来点 我就开始录我的专辑 谁道具呀 你就得上一边去 凭什么呀 你看看你这个形象 我形象咱们了 比刚粗没刚高 除了屁股全是腰啊 你看看你这五官 不是你这个形号吧 你这个形号 不是 你这脸型也不行啊 怎么叫脸型不行啊 演员嘛 你要不就得像我这种瓜子脸 是不是 哪能像你 你这是颈字脸 那什么叫颈字脸 你横看竖看都是二 你才二 你先别说这个 干嘛呀 我先问你 什么叫今天是专门为你做的专辑 你知道咱们今天天津卫视效力相迎的主题吗 太知道了 工匠精神 对 因为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有着工匠精神 所以说这是我的专辑 你们家有工匠 我们家人低调不乐意宣传这个 即便是今天我说完了 大伙也别出去传去 真人不露相 但是呢 做完节目 我可以接受一下采访 那是应该的 但是人也不能太多了 因为我时间宝贵 咱们就来两万个记者吧 谁采访你 一上来还说自己瓜子脸 我看你是不要脸 最讨厌就是这种人 什么好词都往自个儿身上按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 今天这个专辑确实给我做的 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 世世代代都有工匠精神 那我得问问 好 这头一代是 我们家第一代工匠艺人 谁 邻居赵大爷 你们家世代工匠 跟人赵大有什么关系 那天呢 在废品回收站 拿过了一个 二十五斤的大铁驼子 交给了我爷爷 你爷爷 你爷爷是 铁匠 铁匠 过去的铁匠 这属于工匠 那凭的是手艺 工艺 我爷爷看了看铁驼子 沉思了一会儿 把他拿进了工作室 三个小时 再拿出来 二十五斤的铁驼子 没了 拖出一八斤的大铁碗 那真了不起啊 我爷爷看了看不太满意 拿回工作室 三个小时 八斤大铁碗 没了 拖出一个三斤的铁盘子来 有能耐啊 我爷爷看了看不太满意 拿回工作室 三个小时再看 三斤铁盘子没了 拖出一四两茶杯 真厉害啊 我爷爷看了看成品 不太满意 这回是一宿 一宿没睡 转天拿出成品 你再看 什么东西 钢丝球 钢丝球啊 太展示我爷爷的工匠精神了 你爷爷这不是工匠精神 这是糟糕东西啊 二十五斤的铁驼子 最后就打造一个钢丝球啊 你这人不懂 你知道什么是工匠精神吗 什么呀 那是需要精雕细刻 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得有细心和耐心 你瞧好像是一个刷碗的钢丝球 咱们天津话叫铁爆环啊 对对对 物小事不小 这是我爷爷的工匠精神 这话倒对 细节决定成败 对喽 这是你爷爷 第一代 那第二代是 邻居赵大爷 怎么还有他呀